头部和双手穿戴VR装置 体验者正在感受沉浸式作品带来的感官刺激 法国新影像艺术节最近在巴黎登场 集结全球数位艺术创作者 制作、发行、策展等产业人士齐聚 本届来自台湾的作品在市场展临选表现优异 台湾团队正是经过初选评审的审核 总共在45件中至少有5到6件是台湾团队 台湾团队在这方面对于使用沉浸式科技 做沉浸式的说故事、storytelling都非常有掌握 新影像艺术节是欧洲最大的沉浸式内容艺术节 文化内容策进院和艺术节合作举办提案会议 邀请多位台湾艺术家介绍作品 新影产业人士和创作者到场聆听 台湾创作者希望透过参展寻找资源和合作伙伴 这边会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人 像是导演或是编剧 还有影视的人或是剧场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认识不同的人才 台湾发展沉浸式内容有VR科技大厂的领先技术 从制作到后制都提供创作者更多可能性 我们在VR的制作公司方面 在台湾其实有蛮高的技术 比如说像是FINIC在8K的技术 或者说有一些后制VR的技术的厂商 都在台湾非常的多 那这个其实在全世界是很少见的 那我们算是蛮早以前就跳出这个行业里面来 算是最早去形成一个VR生态圈的一个国家 高雄电影馆馆长分析台湾VR发展优势 还包括台湾自由开放的创作氛围 也激发产业动能 中央社记者曾庭轩巴黎报导 中央社记者曾庭轩巴黎报导